我和我老婆是在大学里认识的 当我在大学里见到她的第一眼时 我就深深地爱上了她 后来在她朋友的帮助下 我终于有了她的联系方式 然后我就疯狂地追求她 起初不管我怎么做 她都对我不理不睬 我整整追求了她四年 终于在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 答应做我的女朋友了 可是我们两个人却要开始了两低分居 因为在大学毕业的时候 她考上了硕士 而我却是个大专生 就这样我们两个人分开了一年 我觉得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 因为我接受不了异地恋 而且我觉得两低分居 对我们的感情没有好处 于是有一天我跑到了她的城市 鼓足了勇气向她告白 令我没想到的是 她竟然答应了我 这可把我高兴坏了 因为我们家一直都喜欢 成绩好的孩子 所以当我把这件事 告诉我父母的时候 他们不但没有反对我 而且双手赞同 于是我的父母就带着我去他们家提亲 没想到我的岳父岳母人很好 对我也没有意见 就这样我们在双方父母的办理下 终于顺理成章地结婚了 刚结果会没多久 我父母他们就一直催我们两个人 赶紧要个孩子 趁他们现在身体还硬朗的时候 还可以帮我们带带孩子 替我们减轻一些负担 当然每个父母都希望 自己能够尽早地抱上孙子 这样他们到了晚年才能够想亲福 可是我老婆她一直都很优秀 她说现在还没打算要孩子 想做一番事业之后再要孩子也不迟 我听我老婆这么说 也没有反对她 就赞同了她的做法 毕竟我们两个现在还没有三十岁 再等等也不急 随着时间的流逝 渐渐地我们两个人现在都三十岁了 于是在晚上的时候 我就和我老婆商量着 打算准备要个孩子 然后我老婆当时也没有反对 也没有表明态度 接着我就顺着我的意思 对我老婆开始动起了手脚 这一刻我觉得自己很幸福 能够娶到我老婆这么好的女人 而且她对我的父母也都非常孝顺 我的父母也都喜欢她 把她当作亲生女儿一样去对待 到现在我们结婚大半年 我老婆终于怀孕了 这下可把我父母他们高兴坏了 我终于要当爸爸了 有一天我老婆去卫生间洗澡 一不小心滑倒了 我立马开车把我老婆送到医院 还好送得及时大人没事 可是肚子里的孩子却没有保住 我跟我老婆说 没关系我们还年轻 孩子以后还会有的 就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 医生却和我说 你老婆之前有做过人流 由于她没有照顾好自己 所以她以后可能不会再怀孕了 我当时就傻了 我觉得这绝对不可能 我老婆这才第一胎 怎么会做过人流呢 然后我就把我老婆带回了家 并且心明气和地问她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她说没有 我就立马脾气上来 告诉她 都到现在了 你还不愿意和我说实话是吗 非要让我把证据扔在你面前 你才能够对我说实话是吗 我老婆听我这么一说 就立马和我说出了实话 她说当时和我异地恋的时候 因为自己缺少安全感 正常那个时候有个男生在追求她 于是就同意了和她交往 就这样 两个人发生了关系 事后发现怀孕了 不想要那个孩子 就去医院给做了 她之所以选择不告诉我 是怕我伤心 顿时间我觉得真可笑 都到现在了 还在骗我 说一些假话有意思吗 怪不知道当初 我向你求婚的时候 你毫不忧郁地答应了我 就这样 我们两个人在结婚六个月的时候 我向她提出了离婚 因为我绝对不允许 我的女人被别的男人碰过 即使我很爱她 也不可以这么对我 因为作为一个男人 是有自己的尊严和底线的 你们认为呢 我绝对她的尊严和底线的 我绝对她的尊严和底线的 我绝对她的尊严和底线的